人来人往 在声色之中 在各种声音场合 在各种物质堆里面 我一样都追逐过 但是内心的苦 内心的空虚 还是存在 哪一种不安 它还是继续在影响着 所以不管我到哪里 都是不断的在探讨 我们生从何来 我是什么 我要往何处去呢 死后往何处去 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 这些问题 从小就一直萦绕着我 一直要去了解 要揭开生死之谜 了解生命的意义 了悟生死大事 以前我的心 就像一个动荡不安的湖水 那你看 心的动荡不安 一直在找寻 不知道何处是鬼处 不知道何处是虐盘 心动荡不安 所以我那时候 看不到法界的真理实相 因为法界的真理实相 映现在你的心乎中 你也是很模糊 都很不清楚 透过不断的文思修正 不断的求道密道修道 终于有一天 法界的真理实相 竟然在眼前 呈现出来 这一章 你看这有两个太阳 这里有两个太阳 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太阳 这个是希望极乐世界的太阳 结果发现都一样 都映现在 在这个幸福中 你看前面 如果你的心是动荡 我们看如果你的心是动荡不安的 太阳映现在你的心中 一样模糊不清 你就是看不到 竹子映现在你的心中 还是这样的模糊 但是如果你的心能够沉静下来 你看竹影这么的清晰 太阳也是这么的清晰 这些云一样这么清晰的 映现在这里 如果把这个倒过来 你都不容易看出 当我们的心 静打开之后 灵心 你看 法界的真理实相 就这么清楚的映现在 我们的心中 所以 跟大家讲过很多次 灵心才能见性 法界真理实相 他就是这样完全的显入给你看 当你自愿打开之后 哇 你看 这个一花一草一木 就不一样 一般众生 以前 我也曾经像虾子摸象一样的 摸到哪里 就说 大象像什么 但是 我们不喜欢跟人家在那里见证 我还是一样不断的一直在找寻 找寻 终于后来了解到什么叫做虾子摸象 所以 跟大家勉励就是 真的我们要不断的自我超越 要跳脱出狭小的框框 处理井底 当我慢慢打开智慧圆 去看到 当我视野不断的拉开 拉高 拉开之后 我终于看到 整个法界的奥妙 看到人类有我们的话 是多么的渺小 看到整个法界 一直的在养育我们 你看这是一张大台北市 在这张slide里面 至少有两百万以上的人口 那你看 这全部都是 整个法界天地父母在养育 以前 当我资源没打开 说我看不到这里的奥妙 当我们有一天 你打开资源之后 你去看 你会臣服 你会感恩 你的我慢 很快会消失 好 我们再分享几张 这位法国可爱的小女孩 迪平 他以实际的例子 告诉我们 你看哦 这个是很大支的 费费 这是很凶猛的哦 大人都不敢接近他 但是他跟他父母亲争取 他要去跟他相会 做朋友 因为大人 也不敢接近这支大费费 但是这个小女孩 他直觉的 因为他的眼神觉得 这支费费也是很友善的 所以你看 他就过来跟他握手啊 跟他打招呼啊 这都是这么样的安详 这么样的真实啊 那这一章 你看 你是这样的真诚的对待众生啊 所以众生也是这样的跟你没有距离啊 哦 哦 你看哦 因为你这样这么真诚真实的 在善待一切众生啊 所以你看哦 昨天才几只器尔在这里听你讲经说法 今天哦 来了一大群啊 大家都在来这里哦 听法 来这里呢 分享他的天真纯真啊 大家一起来共享那种法界的之乐啊 真诚的交流 所以 当我看到 迪皮他讲出这一句话 他是用眼睛 用心灵 在跟这些动物交流 我非常的震撼 这位小孩 他真的充满了智慧 很多大人都不及他 真的 我们讲说灵魂之窗 眼睛啊 眼睛他就是我们真诚真心的流露啊 也就是说 他是用心灵 来跟这些众生交流啊 哦 在他的心中 真的就是 没有六道之分啊 他用慈悲心 爱一切众生啊 所以他的眼睛里面 充满的就是 慈悲啊 爱啊 真诚真心啊 所以你看 这个好像一种松鼠之类的 你看 抱着他 然后舌头伸出来 在清淡堂啊 那你看 我是来自法界啊 我也是赤裸裸的来到人间啊 我是这样 如此跟法界就是一体啊 虽然别人认为这是荒漠 沙漠 但是对他而言 这也是天堂啊 这也是天堂啊 任他奔跑啊 所以我们从这一张slide我们看看 这一张脸孔我们看出 你看 天使的脸孔 这么样的真 这么样的善 如此的美 这么样的以真诚真心流露 传递他对众生的尊重 对众生的爱 这就是真正用心灵 去普爱一切众生啊 好 好 地皮是用他的心灵跟这些动物交流 交朋友 做朋友 那 我呢 是用我的心灵 在跟六道的众生 跟法界 交流啊 当我用心灵去看法界的一花一草一木的时候 我发现法界竟然是如此的奥妙 如此的庄严 以前 我急急忙忙走过 我看不到法界的奥妙 当我停下来去看 竟然法界的奥妙都一一的呈现出来啊 所以 在我相机拍摄出来的 很多学员都会感受到 那里面充满着生命啊 因为我把法界一花一草一木把他们的光辉 把他们的生命拍出来啊 那为什么他们会呈现把他们的生命也呈现出来呢 让我拍 因为我是用心灵在跟他们交流啊 当我看到日出 哇 这么壮观的日出 我臣服法界的奥妙 他不但让我融入无边无际的空里面 而且赞叹 而且赞叹臣服 法界是如此的庄严 如此的奥妙 地水火风空 不断的在养育一切众生 众生不知道 他也无所谓啊 当我慢慢的去看 原来太阳竟然是透过燃烧自己 而把他的生命能源呢 就像传送电能一样 传送到我们每位众生的心中啊 你我他 我们包括植物 我们的生命能源 都来自于太阳的恩施啊 以前我看不到 不知感恩 当我慢慢了解之后 我了解整个太阳 他都在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无我无私啊 感恩法界的恩施啊 所以当我了解之后 我对太阳不是迷信 不是畏惧 也不是盲目无知 而是赞叹 法界的奥妙 感恩 法界的恩施 慢慢的 在用心去静观整个法界 发现 法界的 大地 流水 阳光 空气 虚空 真的就是 一直的在孕育 一切的 一切的 动植物啊 终于我看到 什么叫做 天 地 父母的 养育之恩 所以 继之而来的 就是一种 知恩 感恩 报恩 大家 能不能从这张 幻灯片里面去看到 这是我们的 生命之水啊 这个地方是哪里知道吗 这个地方是哪里 不是 这个地方是新店的直潭净水场 净水场 它的上游 就是 翡翠水库 中间就是我们今天有去跟它相逢的 燕子湖 从翡翠水库那边 放水下来 然后到翡翠水库 它这里又是一个管制的地方 也是一个沉淀的地方 然后又从那里放水到 这个新店的直潭净水场 从这里经过处理之后 然后加押 输送 入那个 输水管 然后输送到整个大台北市 至少三百万以上人口的用水